因為我真的很想為球隊的手下這場勝利 因為就是比完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一個打席而已就決定了整場的勝負 那我們其實都很努力在為這場球賽 為這場球賽在做努力 那我們很想把比賽帶走勝利 也能夠進軍奧運的資格 所以大家努力了這麼久 我覺得當下會覺得我好像扯了後腿 就是很難過 又看到這麼多滿場的球迷 那一球一打出去其實現場的聲音都是鴉雀五聲 我會...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會覺得我要想找洞躲起來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出登板 12強賽事出登板 那我覺得把它當成最後一次登板 那有機會的話 我們如果這場能夠贏下來的話 我相信我們有機會進軍奧運 那我自己拿出表現的話 我相信奧運名單也是有機會可以去爭取的 所以我會特別看中這場球賽 加上大家其實凝聚力真的很好 真的很想為國家拿下勝利 那比賽當中的時候 其實投這麼多三陣 我以為我才投三四個而已 其實太專注於我自己投到 我大家都記得磅刺 但是背號好像也有點亂了 但是我看他們的臉來認 沒什麼特別不同 體型的不同而已 我覺得穿上重要隊 我們還是最厲害的 其實我到今天 我上去投 我球一路有點偏高 可是我自己的體力的感覺 其實還沒有到流失了 包括我自己都以為 我還在六七十顆的感覺 因為他們每個隊進攻蠻快的 那我覺得我的用球數很少 包括我下來才發現 原來我今天有用球數破百了 因為在業餘賽事 我幾乎都投到八九十顆 將近七八局 或是六七局就會結束 今天賽前我才有跟 我傳接球捕手說 我今天蠻反常的 因為我異常的冷靜 之前亞運可能還會有點 心裡可能會有點緊張 但是今天來到球場 我覺得很反常 我異常的冷靜 我思考都非常的OK 只是開局的話 因為可能會把他們想得太可怕 太巨大 所以投的有點閃 那後來解決到前兩棒的時候 覺得好像其實沒有可怕 有稍微放鬆了一下 所以 往中間方向去投 被打的那個安打 可是到後面 就是慢慢進入自己的節奏 步調其實都在掌控之中 其實我只是環境不同 那也不能說我們業餘真的比較厲害 我想相信中職的球員 當然能力還是會比我們好一點 只是我想證明的是 我們業餘球員如果把握住機會 因為短期被賽真的是一場勝負很難講 那其實把握住機會 還是能讓大家看見我們業餘選手的努力 跟表現 從預賽開始 我們琴收小組真的給的資料都很完整 那再包括大家都會在團體時間的看 那私底下的話 家豪教練都會跟 每日的先發投手在做討論 那其實我們會私底下再跟補手在做討論 所以一層一層的琴收分析 討論講出自己的看法 那我覺得是這樣子一錄下來 就是資料是很齊全 那就相信你琴收給的資料嘛 那說不定就會帶來好的結果 那前面的幾場比賽事實也是證明如此 那我們就繼續照著這麼做 目前現在準確的情況是還不錯 因為今天跟昨天還有前天 昨天有丟掉扭孔 然後今天大概在球場上自己自我調整一下 感覺丟球丟起來感覺還不錯 對啊 昨天晚上有看了一下比賽 那今天我們還有 還有我們專業請求部隊的那個報告 所以我們今天還要再看一下這樣 嗯說明壓力是不可能的 對啊 那就是盡量跟自己說 就是不要跟自己說不要這樣就好 就是放膽去投放膽去做 然後完成教練給予的任務這樣就好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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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